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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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走 让开 皇神剑 谁敢阻拦 快点快让开 快让开 这不就是那个傻了我眨眼的女王爷 快走吧 别说了 让开 都让开 让开 快让开 快走快走 奸贼 今儿我就为民出害 使你狗命 让他跑 有刺客 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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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啊 快跑 走 没错 我 张楚希 是一名入恋师 许多人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些抵触 甚至害怕 但其实 这是一份充满神秘感和使命的工作 也是这样一份工作 让我对人生和宿命 让我重新的认识 哼 不太逊 抵消灭 你们是谁 这是哪儿 扎尸 老蛋 你们不会是在拍戏吧 这人就没有摄像机啊 难道 我是真的 快时空了 这 这不就是偶像军男主 有照见见识吗 你一个男人的结盟 为什么这么长 居然来真的 老苏 你看他装疯卖傻 可我王爷 今天你无论如何 都得死 停 别动 两位大哥 我们能不能先做下解数误会啊 我和黄生包也跟来了 有办法了 这是何不 这儿有用 这儿男人也太傻了吧 站住别跑 有毒 小心 不好 这应是西域传来的断魂犯 将无失传依旧 没想到今日再次遇他 再给他二人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杀不掉王爷 你知道该怎么办 别狠扯就去探查情况 王爷 谁啊 王爷您醒了 我今天房间死住有动静 没事吧 要不小的进去照顾您 不用不用 不用 你们 退下吧 退得远远的 遵命 长得这么好啊 杀了多可惜啊 你为何要救我们 中庭方圆 眼神无辜 哪也够幸 帅 剑眉心目 棱角分明 狼狗形 更帅 选秀节目要是不找你们 真是太可惜了 长了这么俊秀的一张脸 原本以为是个温柔小意的男人 脾气倒是挺硬的 我很欣赏你 说吧 为什么要杀我 你不说也行 我也不关心 不过 这毒药呢 其实是有解药的 只要你们愿意 配合我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把解药给你们 到时候你们要杀谁 就与我无关了 老嫂 留他情善残 什么用啊 看来 在成功回去之前 得先挟持住这两个 保护安全 你们这里人死了 一般都安葬在哪 坐坐坐 王爷来了来了 来 王爷 这谁呀这是 嗯 这个呀 这是我新招的侍卫 那叫什么来着 哦 行行行 不重要 就叫冰块脸吧 哎呀 冰大人哪 我叫小悠 以后多多关照啊 看我将来怎么弄死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吃不下 你都不先退下 其实我是来自未来世界的人 现在我想要回去 你们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那这样 你放了我们 我们便帮你 你当我傻吗 这样 你看 你在这儿等着 他跟我出去 吃成之后 我就把解药给你 老苏 给中了他的鸡 那我就 先杀你吧 老苏 住手 我陪你去 一言为定 这古代的肉 没有食物添加剂 就是香 不是去偷尸体吗 为什么在这儿吃猪蹄 你懂吗 人呢 在断世之前 要吃饱锅足才有力气 他说你不是答应了 今天晚上先当我打听打听吗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你 该打点的银子 我可不逃 这点钱算什么 养你我的臭臭有余 果然跟传闻中一样 空有才学 荒诞灵器 总之呢 我们约法三章 第一 你不能离我十米远 第二 要陪我找尸体 第三 我还没想好 以后再说吧 德龙望鼠 带不带路 楚王府没有传来行刺的消息 这二人到底去了哪里 此二人并未到约定地点见面 恐怕是行动出了问题 我知道了 殿下误果操劳 我会再去查探清楚的 莫美高竟然这么大人 冲死包王了 我看王爷今天是来逛花街的 不是找尸体吧 王爷 嗯 确定钱都花光了 先回家 义庄明天还能去吗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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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有心发作 哼哼 我怎么出现了幻觉 这王爷讲话多遍 看来的多家地方 哼 是 冰块里 不信我说不服你 哼哼 白天的事情要 你跟我也要行了 老苏 你去放风 这儿交给我 我来找姐 这个有点像 试试 你 什么味儿 是这个 这么难吃啊 阿婷 王爷王爷 以后你再找不着路 你就叫小佑嘛 废话 王府这么大 我哪能一下记住 阿婷 收起来 您不是今天在王府游荡吗 一边带着去 就知道我困不住这眼 这两个傻子 都给你们机会了 这下该相信我不是王爷了吧 你们是不是动我东西了 没有啊 没有 那你嘴上这是什么 看来离达成统一战线 这边还有点IQ距离 你绳子怎么紧啊 别动 我跟你说啊 这个 是一颗红 一颗中之内乱动 你就会死 我才不信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呀 还要干嘛 我会看出来了 我耍他们了吗 不行 这么耍我都演不下去了 不 这又是哪儿 人呢 王爷到了自家的密室也这么黄 看来是藏得太明显 不常来 你在哪儿 给我出来 我看你 还有什么妖法可施 你要不要冷静一下 把解药交出来 否则我取你性命 启禀殿下 长公主那边 似乎对此事颇有怀疑 楚王那边呢 恐怕需要殿下过两日 去趟楚王府 行动失败 那二人已被扣下 是否要启动下一步计划 我倒要看看这个楚王为何这么难杀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呢 贪生怕死 你杀了我 阿丁也不会活的 我答应你的已经做了 你把解药交出来 可你并没有帮我剪到尸体啊 这难道不是你的把戏 既然昏迷的时候你没有杀我 那你现在也不会杀我 反正 死了还有你俩给我陪葬呢 来吧来吧 你不是王爷 你是谁 终于开窍了 谈谈合作怎么样 我答应你的约法三章 只要你把解药给阿丁 臭小子 跟我斗 你跟那个叫阿丁的是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是什么特殊关系吧 胡言乱语 晚上又要去偷书题了 跟厨房说一声提前开饭 你还真把我当你的贴身侍卫 你就不怕 我在你的手里下毒吗 大不了 人家叫你一声 哥哥 疯癫 记得我们的约法三章哦 晚上好好保护我 二位爷 这是你们要的尸体 拿着 谢谢爷 我 打把手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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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大王爷今天对尸体做这种事 真是越发奇怪 积极如律令 怎么 没有变化呀 套扰先生了 太上老君 请送我回来去 普萨二郎神 吐笛公公 哥鲁大神 请送我回去 Tell me back please 回去 回去 这么高血 真的成了 又知道了 又不是电视剧 那么容易 我身上还有几个碎银子 请你喝个酒吧 我要再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啊 躲开 叶恒你听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呢 来 宋宁泽 你小心点 不是死啊 走 宋宁泽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什么关系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儿呢 这儿呢 你觉得这个好漂亮 来 庆祝我们 节后余生 干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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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别这么看着我嘛 我吃不下了 你为什么把腿 往凳子上 你这样吧 让我想起了我的前任 他曾经也喜欢盯着我吃饭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我这样非常地洒脱可爱 可是到后来呢 他又觉得我吃没吃相 做没做相 真是 你说这人奇不奇幻 一开始喜欢上的地方 最后又会变成你讨厌的地方 前任 是什么意思 前任呢 就是立在心里的墓碑 墓碑 难道他杀了人 我呢 之前的职业就是入恋师 入恋师你不知道吧 就是给去世人化妆的 让他们自己面面地离开 糟了糟了 要是到了 再不赶过去 我这个月奖金又没了 只是因为一场意外 让我来到这里 所以啊 我不是你想行刺的那个人 到时候传闻中的王爷 有几分不同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时候 这是你喜欢他的开始 又开始说虎话了 没有 走吧 回来 苏霓泽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刺杀王爷的刺客 你不是知道吗 谁的刺客 他这副样子 对我没有办法防备 完全不是传闻中的王爷 难不成这王爷 有两副面孔 小二 哎 结账 好嘞 二千银子 谢谢你 你好 卖魂子了 别碰我 别碰我 走走走 看完结婚了 走走 走走走 我警告你了 不要觉得我喝多了 你就可以趁人醉了 这说什么话 好沉 谁沉了 你不是醉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我不可爱 可以说我不讲理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沉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对不起 我怎么容易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彼此彼此 想要被抓吗 还不快走 救命啊 别害人啊 苏丽泽 你没事吧 苏丽泽 你坚持住啊 苏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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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只能电高 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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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我在 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 怎么了王爷 去给我拿些 纱布 毛巾毛巾 然后再拿些剪刀热水什么的 还要叫个大夫来 王爷 谁要生了 苏丽泽要死了 赶紧去啊 快 兴奋浮作 可是我又不会啊 算了 死马当活满意吧 一 二 三 四 苏丽泽 怎么了 怎么还没醒啊 七生最后一个办法了 神明关天 管不了这么多了 怎么还没有反应 我这死了吧 才 你 你在干嘛 再好的茶 凉了 便是一杯废水 启禀殿下 刺刹楚王的任务失败 苏丽泽 好想叛兵 那阿丁呢 阿丁 目前不知所踪 住手 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拔剑的 给我滚 是 对 如果找不到他 我甘愿为太子奉上我的人头 和我的一切 任凭太子处置 记住我说的话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像对我忠诚一样 对他忠诚 大功告成 怎么了 怎么感觉 我的五草六腑更疼 王爷 来了来了 妈呀 这谁给你包扎的呀 不懂别乱扎嘛 你看看 这扎得跟那麻花一样 还是让心灵手插的小悠来吧 阿相 王爷王爷 你出去把药用的那些东西拿过来 行 冰大人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还笑啊 不过啊 话说回来 你怎么受的伤啊 为了救一只 游浪猫 你还挺有爱心啊 但那只猫 不仅不懂得感恩 还沉人之味 不知在打什么鬼算盘 小夕他挠你啊 冰大人 王爷 吓死你们再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把小悠喊上 猫狗大家这么精彩 小悠最喜欢看了 闭嘴 来 这血流了这么多 倒掉可惜了 看来短时间内 得想办法利用他俩挖出背后主食 反派为圣 对不起了苏宁泽 你和你的好兄弟要分离了 别怕 有本王小姐保护 你个狗王爷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别害怕呀 来看看你 这个嘛 这是你好兄弟身上的血 他不听话 受了重伤 现在生死未捕呢 你对老苏做了什么 你叫阿丁对吧 你的好兄弟跟我说了 说你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发小 既然是发小 那是不是应该同生共死啊 你个狗王爷 你若是敢动老苏 我就将你碎数万段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有什么 你冲着我来便是了 好啦 别激动 你的好兄弟 他暂时没事 不过 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交代 你们为什么杀我 那我可不敢保证 他会不会有别的事情 王爷作恶多端 想杀王爷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不过是替天行道吧 他倒是真够义气 不行 得探探他愿不愿意实施这个计划 你们二人失踪五天了 幕后主使不会善罢甘胸 你们已经没有新人度了 不如我们来聊聊 怎么一起 活下去吧 你又打的什么算盘 好 阿丁 你知道 怎么引蛇出洞吗 每个细节边边角角都要扫清楚 不要让人看笑话 听见没 是 王爷 王爷 行了都下去吧 是是 小小小小 过来 王爷王爷 有何吩咐 过来 就是跟你说个事 昨晚的事情你得替我保命 听见没 是是是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还有 最近王府也不太平 晚上给我加派人手 在王府书房周围听命令 保护一下我 看见没 是是是 这又是为什么呀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让你去你就去呀 是是是 王爷 您真是太聪明了 是不是因为北莽尊使要来 王爷 您真是心思缜密呢 什么北莽尊使 对呀 北莽尊使要来拜访 明日府中要誓言招待他们呢 啊 这还真是一波伪平一波又起啊 回禀长公主 北莽尊使明日要去王府拜访 这北莽人可真会选地方 本宫知道了 继续让他盯着吧 是 哎哟 恢复得不错嘛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那王爷 是否可以给出解药 怎么一觉醒了又翻脸不认人了呢 别忘了是我救的你 也不知我是为谁受的伤 但你那边的刺客不来杀我 我就不会有危险 你就不会救我 你就不会受伤 我就不会救你 我不救你你就不会 欠我人情 我不管 反正 你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你看我们都过命的交情了是吧 所以 是不是应该坦长相待啊 还耍酷 我都等着 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黑切白 黑切白为何无 黑切白呢就是 看起来非常腹黑的 但是呢其实非常善良 就像你一开始要杀我 现在又拼命保护我 我并没有王爷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阿丁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休想挑我 我和阿丁之间的关系 好啊 那咱们做一个实验吧 看看你的阿丁 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一样那么忠诚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好 我看你呀 这是太单纯了 被人骂了还要帮人数钱 你不了解阿丁 是你不了解他吧 有时候 越是熟悉的人 你越不了解 我与阿丁从小一起长大 他什么品性 我再清楚不过 那你相信 人性能被考验 你什么意思 老苏 你没事了 看 我没骗你吧 你不要耍花招 老苏 你到底是怎么受得上 我以无大碍 放心吧 你们家老苏啊 不听话 别信他的 我已帮他完成任务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还劳下王爷 把我们阿丁放了 你是说 这个呀 可以啊 不过 这个解药只有一瓶 分之合两人都得死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啊 只能活一个 给你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选 你们两个人真是感情深厚啊 你们这对CP 我绝对锁死 我 老夫 这是解药 你拿着 你喝 不用顾 老夫 你也护我太多次 我不想再亏钱于 更何况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寻找解药 王爷王爷 太子突然拜访 你 你坐着好好给我带着 嗯 太子到 好 黄叔 黄叔 之前听闻黄叔府上有刺客 特此前来看望 黄叔 你没事吧 谁啊 黄叔 谁啊 是我 黄叔 你怎么了 啊 啊 没事儿 我最近特别好 就是最近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没想到还多了个好大辙儿 太子请坐 啊 老苏 保重 剩下的事 就交给我吧 来生我们再做兄弟 西满一直虎视眈眈 此次北莽尊时前来 掌姐对此事甚是挂念 特命我前来叮嘱楚王 妥善招待 没事儿 都交给你皇叔吧 给你办妥了 如此我就放心了 那 就不打扰黄叔休息了 是 没事儿常来玩儿啊 再见 太子殿下 王爷被刺杀后 人虽然没事儿 但精神确实不太好 我送你 阿丁走了 老苏 我先回去面见主人 你先暗并不动 切勿善自行动 等我 哎呀 解药也没了 唉 这可怎么办呀 阿丁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兄弟的 阿丁有事 先行离开 你们该不会是去摇人了吧 还是说 加派人手来杀我 若想杀你 我一人足矣 算了 懒得跟你计较 走吧 我们买东西去 终一百万 这果然没有往过个太后 王爷 您的海黎先生 继续说 陛下病得这么重 为何不让太子进来 太子还想 陛下重病这几年 一直是长公主在大理朝政 只不过 碍于女子身份 只能辅佐太子 只怕这太子是不安好心 还在担心阿丁呢 明知故问 我是不明白 王爷这又是要我做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 北莽尊氏来访 我啊 这是浩克之道 尝尝 这又是什么 海黎先生 我的随身小零食 这就是你的浩克之道 把买给别人的东西 自己吃掉 我这叫有福同享 咱俩是有难同当 有难同当 反正我已是时日无多之人 像王爷这般不信手承诺之人 最好是自求多福 好 解药嘛 确实只有一瓶 但是配解药的方子我还有啊 不过吧 这配出来的解药 只能保你一周的瓶 不过你要是一直跟着我 我就可以每周跟你一次解 这要你不就安全了吗 这小傻吧 我这是为你好 好啦 反正你那个组织已经抛下你了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还不如一直跟着我 就这么设定啊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 就是我的贴身保镖 兼古代知识小拳术 你在干嘛 这个嘛 这是我们那个地方承诺不变的意思 就像你们拉钩律师一样了 无聊 王爷要知道 我是来刺杀你 不是来当你的贴身侍卫的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信不信我非礼你 荒唐 好啦 本王吃饱了 记得你的 约法三章哦 给本王收拾好北莽尊使的东西啊 喂 北莽尊使到 王爷 北莽尊使到了 你是让他们进来吧 是 来 拜见王爷 快请坐 尊使忍道而来 这是本王特意为你准备的 素闻王爷身举简出 今日得渊一剑 无等真是荣幸之志 王爷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一表人才 气语不凡哪 那挺不聊天啊 王爷饱渡师叔 不知在下 是否有心见识 我才学不经 还请尊使先来 鸡叫一声 却一绝 鸡叫两声 却两绝 三声唤出扶桑日 扫尽残星与小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白日 火羽 王爷见笑了 没有没有 你的诗很可爱 不过 比起我的 还是差了一点点 那就请王爷 大方赐诗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王爷真是幽默呀 这首诗留门北莽人都知道 强敬酒啊 完了 靠死犯仙翻车了 我还有你们没听过的 垂死病中 惊作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少小离家老大回 安能辩我是雄辞 劝今更敬一杯酒 谁不喝完谁是狗 一行白路上青天 来点含笑半补颠 这王爷又开始奇怪了 真不知这北莽人做何想法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我们到底要不要鼓掌 还是我来带带节奏吧 也算是别居隔 王爷真是厉害呀 这首诗不但颠覆了 平泽相对 而且又全压在运上 果然是奇才啊 对付你们古代人 还不是小才一爹 我也就随口一吟 北莽尊世见相啊 来 我们干一个 来 来 我以为你这不学无术的王爷 只喜欢偷尸体 啃猪蹄 玩妖术 没想到 你还精通世姿歌赋呢 怎么了 莫非是对本王使于颜值 显于才华啊 她是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很烂 王爷 王爷好帅 王爷因姿色爽 我们方才都觉得王爷好厉害 哎呀 这算什么呀 我要是今晚睡一觉 明天能给你们来使手 使手 天啊这么厉害啊 王爷正值当年 何不考虑婚姻大事 小心手广 你们先下去吧 好 王爷太帅了 哎呀 怎么了 莫非 见我如此受欢迎 不开心了 无聊 哎 听说尊氏和太子交好 你了解情况吗 往常是太子每年 招待北莽尊氏的拜访 今年是王爷抢了风 怎么还来问我 哎呀 太子的事这么清楚 我就问了两句话 还真的跟太子有关系啊 我们怕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 哎呀 我先回去了 晚上见 宋定泽 好 又来了 妈 既然应了乐法三招 我还是帮你运个场吧 来来来 喝 别停啊 哈哈哈哈 竟是些庸俗主 怎么样 我为使者安排的这舞蹈 还算有品味吧 比起王爷的事 还是这个好看一些 果真好 哎呀 北莽尊氏 你喝多了 来 宋定泽 这北莽尊 果然看定了吗 却如此 这小子要干嘛 好 这武艺才是整场精华呀 我的手下当然帅了 宋英泽 你武剑的样子很帅 王爷 你看来是又喝多了 我没喝多 没喝多 来 咱们继续 继续 王爷 你慢点 来 王爷 来 我敬你 干杯 尊实 你身上毛好多啊 你这个毛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但是 但是真的好好看呀 我真的好想要 王爷喜欢 送你一道别适合 真的假的 真的 来 来 来 怎么干 喝不了了 不能再喝了 不剩酒粒了 好吧 怎么就 就喝不了了 你怎么 怎么就 倒下了 你不行 你不行 冰块脸 咱们喝 咱们喝 干杯 没酒了 怎么就没酒了呢 满上 满上 来 晚宴还是少喝我也没有 干杯 干杯 我没喝得多 没喝得多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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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我 没喝得多 我还可以 与君共舞呢 回忆闪过我殿堂 我有些迷惘 却迷惹过你的模样 难道是我的心跳 好吧 糟了 腰心又发作了 或许是否清醒已不重要 我的心脏已是你的形状 就像那月光 为走夜路的人指引了方向 我愿意见到你 这大瓜不会以为我真喝醉了 他就送我回房间吧 怎么这么笨呢 宋云泽 你刚刚是为了我舞剑吗 我是哪屋来着 你醉了 这边 对对对 客气吧 我的名字叫张楚夕 干吗 认识你 我很开心 王爷 这是干吗 大瓜 有鬼 哪屋 他 我没有 我空 还 好 你 桂山 我 和君你 蛇 ologue 你 你看 殿下英明 老苏是被楚王胁迫扣于身旁 他并没有背叛我们的组织 夜长梦多 你别忘记那狗王爷手里 握着这个国家最重的兵权 阿丁不敢忘记 好 完成这次计划 本王在赏你 殿下 阿丁不需要赏赐 能在殿下身边效力 是阿丁的福气 其实苏宁则与阿丁心中已有计划 若是按照计划行动 必能按远时间 拿到王爷的兵权 殿下人 赏赐都不要 最靠不住 你跟着 若发现苏宁则也有二心 就一起除掉吧 是 殿下 乱了乱了 苏宁则 你明明是来报仇的 岂能被他下的毒 找到神志不清 真是荒唐 一切都在找计划惊喜 莫要再被他找乱了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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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痛啊 我怎么自己回来了 还谢白呢 你不想念 一喝酒就误事 还没误清楚这背后的真相呢 别回不去 还把自己陪在这儿 得把他叫过来 嘿 谢白 给我倒水 我口渴 小悠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来人哪 抓刺客 王爷 你没事吧 王爷 你看 我听了你的 对王府啊 严加防守 不是 你去哪儿啊 王爷 王府真的很危险 看什么看 走 是 老子豪 宋女侧 冷静 他又要干吗 王爷这么晚了 找在下 有何贵干 我有危险 有人要杀我 还能有谁想杀王爷 我正是在下 难道是 叶痕 叶痕是谁 宋宁泽 你居然有八贵夫妻 王爷 就不能先出去 还跟你准害羞了 我话还没套呢 让我走 想得没 你说 有人要杀你 对啊 不过呢 他被我的颜值 吓跑了 看来王爷 对谁都是这么随便 哟 吃醋啦 没劲 你这把剑 跟刚刚那个人的还有点像 哦 你们不会是一伙的吧 你没杀成 所以派他来杀我 不说算了 你刚刚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把我扔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王爷怕是搞错了身份 我是来刺杀你的人 不是来护你周全 那要是我死了 你舍得 我看王爷是又何多了 无言乱语 既然王爷安全了 既然王爷安全了 那么 请回吧 别人我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在这里又不认识别的人 我只能依靠你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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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耍什么把戏 谁耍把戏了 没看我受伤了吗 还得多谢连郎里歪着长进来的小树枝 本王就不开你了 来 给 这是什么呀 酒精吗 酒精是什么 这是用黄白金银花 蒲公英土腹林混在一起制成的药物 用来消炎的 哪来的 问府中的小悠悠的 哗 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所以王爷还庸悠吗 庸悠悠 开个玩笑嘛 你们古代人能不能有点幽默感 王爷喝了酒 加上身上 受了伤 近两日就别再饮酒了 有的人是在关心我喽 只身不早了 王爷早点休息 请回吧 这个大夫啊 老是让人忍不住想逗你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你今天就在这儿睡了 我睡床 你睡椅子 不可以 不可以 那你要是不愿意去 就只能一起睡了 王爷 这 这实在有事体统 有什么有事体统呢 我们是主仆关系啊 正如如此 才更加不妥 哦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你的女人的话 我们 这样 就没问题 王爷 请不要再戏弄在下 我没有戏弄你 怎么回事 这么软的事 来 差点心脏跳出来 淡定淡定 床给王爷睡了 请王爷 注意遗态 不要再来骚扰在下 给我说晚安 晚安 晚安 cube 辅落 一声 来 不要不如 guys 那这子 要医你 ا Cu 只剩下你而已 怪不得 我会对她有奇怪的感觉 这一切不过是因为男女有面 难道我这是对她 真是荒唐至极 怎么可能 必定是这细雨来的启动 又不如心智的作用 心灵引起 心准功能动动 心与杂与 有不爱心 有意 救命啊 这不是那瓶剪药吗 这不是那瓶剪药吗 这脚明明就是假的 敢骗我 这脚明明就是假的 敢骗我 我 方 northern 就是 诶 就是 重心的 医生 也许 哎 又有了 这些疗痕 那些疗痕 他不足够 就是 你 就把紧张烧起来 看他命令如何解释 王爷这是干嘛 早上好啊 你是兔子吧 警惕心这么高 王爷整天鬼鬼祟祟 在下 再要多家地方 这个北马人的酒后劲真大 我这头还疼得不行呢 王爷可记得 昨夜对在下揍了手 我也不知道 我断片了 断片 何为断片 跟你说话 怎么这么费劲呢 那最好不要与在下对话 黑切白 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谈 只是你刺杀我的幕后主使 谈怎么能让他放过我 王爷知道是谁 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坦诚呢 坦诚 那王爷对在下坦诚吗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解药 是吧 你搜我身了 是他自己调出来的 这个 它就是个假的 高防 我怎么可能把这种东西 带在身上呢 我肯定是得好好地藏起来 对吧 坦诚 最关键的把柄被了 这下真的只能靠魅力来掏出真相了 那王爷 是否还有别的事 瞒着在下 还有 什么别的事情啊 既然 既然 王爷身上还有解药 我也没能帮你回去 那 再找一局实体试试 可否 你倒是比我还积极 是王爷自己说的 要速战速决 好啊 我来到你们这个时空之前 若练的那具尸体很新鲜 这次 咱们就找一具新鲜石神 最好是在今天 现在 立刻 马上 王爷这不是在为难在下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为难你呢 不是说要速战速决吗 上次的方式行不通 这次 咱们就换一种 你行不行啊 那不就是吗 我们去过了 不行 身份不明 王爷跟上不妥 我们再次打定要停尸处 晚上再抹黑过去 好吧 不过 你怎么知道 这里有尸体 这一代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家里很穷 经常死人 不过 不过 你怎么知道 这一代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猪门酒肉臭 路有东西 没办法 很常见 阿丁小时候 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她跟我说了很多 老婆婆 刚才那个抬草席的 你知道 她是从哪儿来的吗 你是说 刚刚死了人的那家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住手 你是谁 不用管我是谁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虐待你的妻子 她辛辛苦苦 为你操持家务 你应该好好珍惜她 珍惜 这个女人 命硬得很 她前夫就是她客死的 苦要不打她 不压压她的邪风 保不起哪天 我就被客死了 既嫌弃她之前嫁我了 又何必娶她为妻 还游戏要我了 真正敌人一等 是抓住女人真操得拔笔 去B.O.A.的人 再说起来 都在要求女人又会琴琴修 又要做贤妻良心 而一个男人就可以分鸡四切 大家都是 怎么知道你比较狗呢 就是呀 这这这 我跟你说 这这这是我家事 你个外人 手手啊 多管闲事 小心我连你一起打 这手啊 谁允许对手啊 谁允许对手啊 手手啊 老头子 别打了 老头子 你没事吧 你这个男人没救我 我确定趁着离开他 要不然你池子会被打死的 我打了 我还能去哪儿 我已经克死过一个丈夫 我要是走了 就再也没人愿意要我 谁说女人就一定要依靠男人了 谁说不靠男人你们就活不下去了 在我们那儿 不依靠男人的女人便秘都是 她不靠自己的双手 我挣了钱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 我相信 只要你离开了 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好的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你是从世外桃园来的吧 是啊 别再胡说了 你说的再多 看见得听我的 过来 又白负高手 小悠在这儿 王爷王爷 来了来了 小悠来了王爷 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 王爷 我还是皇帝呢 放肆 楚王在此 儿准还不跪下 草民不治 草民不治 请王爷恕罪 请王爷恕罪 我的女人 王爷要是喜欢 就带走 带走 王爷 他又不听话随便拿 走 谢谢王爷出手相救 牛逼现在是您的人了 牛逼愿意做牛做马 报答王爷 来 来 来 你不用做牛做马 你也不是我的人 你就是你自己 我这儿还有点银子 你拿去进一点小生意也好 种地也罢 只要能养活你自己 就再也不要委屈自己 嫁给那种人了 真的吗 那是当然 不过 你还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好 刚才那个被抬走的是你的丫鬟 来 哪里是我的丫鬟 那是我夫君 从街上抢来做丫鬟 那姑娘也是个倔脾气 要不然也不至于你 那你知道她被抬到哪里去了吗 她临死之前交给我一件信物 又把这信物交给她的家人 那信物是什么 像是一个吊碎 挂在孔明灯上的 孔明灯 我明白了 你这也太少了吧 赶紧 走吧 走吧 谢谢王爷救命之恩 你为何问了这么多问题 最后给钱 我可不想让她觉得 我是在失神 看来王爷总是这么 出人意量 你们古代人都这么含蓄吗 想快我见义勇为 狭肝义胆 就直说嘛 那你 就当在下没说 就当在下没说 而且我也算帮那个坏王爷秦善积德 他又要说自己和那个王爷无关 小悠 把令派给我 给 退下吧 没你事了 好 走吧 去哪儿 孔明灯殿呀 刚才不是暴露了线索在孔明灯殿吗 王爷 男女受受不起 请自重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王爷说 要互相坦诚 并非要这么贴近 怎么 不希望我是个女儿身 希望我是个男儿身 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 一直欺瞒在下有解药感到失望 跟我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连我是什么性格的都不知道 反倒是倒打一把 强词多理 别生气嘛 我错 错哪儿了 什么指南癌啊 你等等 干嘛 如果有刺客行刺你的话 这样会安全一些 拿下 老板 这附近有没有丢失的姑娘 好像 不知道了 二位公子看看灯吧 哎 这不就是那个孔明灯碎吗 老板 买一个这个 好的 您的孔明灯 公子拿好啊 给你 谢谢啊 你在干什么 哇哦 不错嘛 有进步了 不仅主动关心我 他很会挑礼物呢 你呢 问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线索断了 也不知道买来有什么用 你今天丧气 倒是丧气得很快 两位公子 是在找卖孔明灯的人吗 你知道 你认识 皇爷确定是来找线索的 买了孔明灯不放 多浪费啊 说起道理来 总是一套一套 那肯定 我可是硕士毕业 读书多呀 你什么学历啊 什么是学历 就是 你有没有读过书 上过私塾 当年家父为了埃养我 没少比我被私塾不进 哇 那你可厉害了 哎 封婷了 我听说 放孔明灯许下的心愿 神明会帮你实现愿望 我们放完孔明灯 许个愿望吧 我记住他 那是少废话 拿着 神明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明 就不甘要纯真无邪之人 现有危机 若你的确不是那个 杀人不眨眼的处我 愿神明保佑你 以示平安 生 重新 你许了什么愿望 好 早日拿到王爷人头 王爷的头就在这里 你有本事就来拿喽 看你舍不舍得喽 你真当我不会杀你 不不不 我就是仗着你喜欢我 不迷乱 我妈跟我说 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 你就承认吧 为什么其他的店都打烊了 前方的酒楼还这么热闹啊 王爷是真不值 还是假装不知道 那不是一般的酒楼 那我更要去了 我可不去 你不去啊 那我自己去了 不要 天哪 公子 喝一杯吧公子 公子喝一杯吧 公子 喝一杯吧 我有钱 高纯 喝一杯吧 动本王小姐的人 我的男人谁也不许动 你们都给我出去 都给我出去 快点出去 羞有胡言乱人 来了来了 快点 二位爷别生气嘛 你们要找的头牌 人给你们带来了 来 拿去 二位爷 你们玩得愉快啊 行 你下去吧 二位公子想听什么 姑娘 你认不认得这个 二位公子怎么会有我给他的信物 是你们杀了我妹妹 姑娘 你先别激动 我们是 我们是你妹妹的朋友 今日得知她的死讯 特地想去祭奠一下 不知道是否方便 可是 我也不知道她葬在哪里 我今天找了一天 还去了乱坟岗 仍然没有收获 看到那些脏乱的尸体 我就想到我妹妹 她生前如此凄苦 死后 也这样气了 我以前是给去世的人化妆的 让他们体体面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你放心 你妹妹在那个世界不会再受苦了 好 好 多谢公子 走 此地不宜久留 我还没找到人呢 好不容易找到的最终线索 还说陪我找尸体 我看啊 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来啦 我刚才是见有举止奇怪之外 才带王爷离开 王爷也知 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若在下不在王爷左右陪伴 恐怕 已早已不错了 你担心我啊 我只是担心 还没拿到解药之前 我便成为王爷的陪葬我 你就是担心你 别嘴硬了 那便如王爷所言了 你说啊 这最危险的人 竟成了护自己周全的人 你说荒谬不荒谬吗 这是什么面具啊 公子不知 这是哪些面具 本证神 凶神和失所人 这三大类 每一类又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 二位公子看看 我不趁过节之时买两个 这个凶神很适合 拿着 这个很适合本王 有呀 有呀 开吧 这狡猴尖诈的厅 倒是由王爷本人分毫不长 之前还夸我英明舍我侠干意的 喝 男人 在下可没说 全是王爷的异想罢 走 走走走 来追我呀 来追我呀 阿丁 你们去那边找 是 是 阿丁 你怎么在这儿 老苏 来不及见识了 这太危险了 赶紧走 你们快走 我拖住他 走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追 你可算见到你 你这个叛徒 还想和狗王爷去哪儿 走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 我们是国阳一起面对所有危险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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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快去调兵 按你计划行事 走啊 你们小心一点 走得正好 殿下念在你跟随多年 忠心耿耿 屡次三番让我手下留情 可这一次 我要替他做主 除掉你 以免节外生枝 你 你我指示 太子用来夺权离合棋子 愿谈不上你说的这般情依深厚 说不是你们二人叛变 殿下已经如期完成他的计划 你会在太子面前一再失戏 你一面尽失 阿丁 你 这是心里传来的断魂伞 你若走一步 便会蹊跷流血而亡 不信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不是王爷的物件吗 你从何的来 这是王爷给我的 你想 救你的好兄弟 你来玩个英神出洞 梦中装便 你们两个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对不起 我不是说王爷胁迫的 阿丁是资源配合 王爷就想把他们一王大剑 谁都别想走 来啊 我这儿有解药 王爷主神一人 恐怕有危险 你快去帮他 好啊 那你呢 好个蓄谋已久的叛变 小废话 你快走 走 好 老地方等你 苏宁泽 原来我的依依孤行了 我必须要去发射信号 叫骑兵抢匹王打尽这些幕后的人 你也要去扫兵抢匹王打尽 你自己要去扫兵抢匹王打射信号 我必须要去扫兵抢匹王打射信号 舅舅主援了兵快快赶到 苏盈泽 你一定要活着 如果是因为我害了你 我一辈子不得心安 苏盈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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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买个花灯许过奖望吧 来 谢谢 姑娘这样寻人可是寻不到的 等等 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你不是属于这里的人 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一个卖花灯的 姑娘要猜个灯迷吗 时空作乱聚双国 流星池入渡江河 难道你也是来自未来的人吗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时辰不早 我该打烊回家了 希望姑娘早日解除到你 神明大人 主席 谢谢 我找到他了 我找到他了 你静静这一生 换一身用你的剧本 孙几泽 我要永远和她在一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即使这个代价 那人实在有我爱 我所说的我不是楚王 是因为我只有身体是他 灵魂并不属于这儿 刚来到此处我孤立无援 才想着用楚王的兵符和阿丁 商量着引蛇出洞 你放心 刚才我已经和他们接上了头 他们也已经赶往救援 阿丁会没事的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 还能过一次这样的人生 会变成个女王爷 喜欢上了一个 一直要刺杀我的刺客 只是我有些不明白 为何尸身能够帮助王爷 回到属于自己的朝代 你是说看到了奇怪的镯子 我也不懂 虽然我们那个时空科技十分进步 但也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又或许 或许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你偶然来到这里 可能是为了告诉我 仇恨 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 而爱才是 所以王爷觉得 遇见了我 是好事还是坏事 怎么 难道和我相遇 你觉得是件坏事啊 当然不是 虽然我放弃了刺杀王爷的计划 但王爷身边依旧是危险重重 什么意思 咱们虽然躲过了一截 但朝野的人 依旧想要你们辛苦 王爷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呀 这不是你们古代人 最爱干的事情吗 好 我答应王爷 王爷想去哪里 我孙麟泽 就护王爷到哪里 你这是干什么 王爷不是说 这是承诺 我承诺王爷 必定会护你周全 好啊 那这个可爱的刺客 你从今天起 这是我的男朋友的 大哥 不过这种事我一直希望对方能主动一次 你能不能对我说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愿意 不过 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就是 永远不会改变心意的一种诺言 你愿意做我的心上人吗 正好 怎么 你放会了 等阿丁回到客栈 我们给他交代完 就远走他乡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太医来治好你 也恨死不足惜 只是 没能帮您解决心患 而感到悔恨 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找到解药 来人 对 是 数下这就去办 殿下 这次虽然逃过了骑兵 但骑兵已然入都城 我们再想拿兵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殿下想要如何 你知道的 掌姐眼里最柔过的沙子 殿下不会是 要 要的掌公主 她与那位看上去圣券在握的王爷 终将是会有一面的 如果能借此将苏牛泽一并待起 你说 是不是就更好玩了 是啊 说你走 你确定你还要睡地吗 那不然呢 客栈只剩下这一间房了 凑合过一碗吧 我们要不要一起睡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原来 你喜欢矜持的呀 天都还没彻底黑呢 我们要不要再做点别的呀 好啊 那我就 成全你了 有没有人跟王爷说过 其实你是一只 纸牢 你瞧不起谁呢 你瞧不起 东湘院荣庆堂 今晚举行拍卖 二位公子若有闲情雅致 还望前去多多捧茶 来 刚刚那个店小二说在哪拍卖 各位 这最后一个物价 那可是大有来头 听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们看这做宫 无论是前朝还是当今 那都是没有个吻呀 宫里都少见 其实啊 这是一套 难道问题出在镯子 他才是回去的钥匙 这位公子 来这里竞拍的 都各有各的座位 您请落座啊 你没事吧 你喜欢这个 我 难道这就是你一只座 底架十五两 各位请拍 我出二十两 我出三十两 五十两 五十两 有没有比五十两还高的 五十两一次 五十两两次 慢着 五十两三 我出一百两 一百两 他果然不认输 真想干嘛 你还不认达 我出二十两 我出二十两 二十五 你骂我 正常进价罢了 这位公子为何说我骂呢 我出三十两 五十两 五十两 五百两一次 五百两两次 五百两三次 成家 老娘发财了 公子 您可拿好了 难道储戏处的桌子 是这个 这档子我们还有大把机会买到 五百两不值得 可这个档子不一样 下次我再送你一个一样的 那就不是同一个 我懂了 这个档子 我取来给你 这个档子 你想干嘛 你忘了 我是个刺客 他大概率 是认出我了 你先睡吧 我在这儿守着你 我都没有守完回不了家 也不知道疼我 这边 还有个档子 这档子对你如此重 我就去为你取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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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快 奉长公主之命 前来搜查盗贼 长什么 长公主 慢着 小女正在沐浴 长公主可以进来搜查 闲家人等 还请回避 你也看见了 我一个人在房间沐浴 不知长公主前来有何贵干 打扰了 刀贼是位男人 而非这位女子 我们再找找别的地方吧 公主 这可是最后一间屋子 无妨 丢了就丢了吧 你果然已经不是除了 有意思 给你 你哪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 这你就别管了 那我不敢拿 为什么 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给我偷这个 他还曾偷别人的东西 我只是 以前知道 管这群人之身罢了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我说过了 你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会给你拿来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下不为例哦 我可不想你为了我冒险 猜猜吧 一会儿感冒了 我可不想伺候你 你这样擦 能擦到明年去 说实话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永远早就希望和我在一起啊 我 我会回去 他嘴一样 因为 我们可以做男人和女人 才能做的事情 能不能做 启禀殿下 阿丁被判组织 已经被我抓住了 要不要除掉 我还要留着他钓大鱼 不急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已经好几天了 阿丁 也没有找过来 阿丁 相信我 他 一定会认识的 怎么 阿丁 阿丁有危险 这是谁寄来的信 不知道 但当务之急 是要找阿丁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万一是陷阱呢 不管是不是陷阱 我都要去 阿丁不能有闪事 他必须活着 说得也是 我陪你一起 不行 你在客县等我 此次行动太过危险 我不想让你受伤 好 你看啊 我要是跟你去 有可能有危险 但是至少在你身边 你要是留我在客栈 也不一定说 就一定没有危险 而你又不在我身边 所以 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 赶紧去吧 晚去一份 阿丁便多一份危险 好 我们是不是要翻墙进去啊 不 从这个密道 你先走 我电话 你没事吧 疼不疼 现在不疼了 这里虽然有人巡逻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这也太黑了吧 可能不太闲致了 是 若大个太子府 就允许我们进出自由 宇文却在府中 建了一个密室 专门过案内心不听话 或者有二星的刺客 我早已让我的眼线安排好了 放心吧 走 殿下 那二人已经进府 很好 剩下就交给你了 阿丁 怎么样 我们来救你吧 老四 你为什么要来 快走 走啊 你忘了 我们说过 我会趴下对方毒火 我也事日无脱了 只要你好好地活下去 快走 你不是说你有解药前置他们吗 你骗我 我怎么骗的你 你就怎么骗他们呀 他们的手段那么毒了 我们去了大夫 你好好休养 我们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你们真的不开了 这是个圈套 我不会在你的 走 果然还是来了呀 等你们好久 看来那宫信 是你的基础 你也不傻 不枉被殿下栽陪你这么传 走此大费周章又是未够 您知我们二人的领域 不当场情惑 反而绞尽脑池 将我们二人骗到此处 真是劳烦殿下背心了 殿下说过 你是他的人 死也要死在他的地位 是由楚王自由殿下主治的 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 你 背叛太子的下场就是死 但是我不想让你死得太多 你是不是很在乎安定 背叛太子就是这样 你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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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苏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吗 因为在这世界上 我就是一只虫子 只有你 把我当成朋友 现在 我希望你好好地活下去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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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不要我欠你这么多 不好了 殿下 叶大人被杀害了 有刺客 有刺客 追 快点 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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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母亲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想对我忠诚 对他争承 苏宁慈 我要扒了你的皮做骨 阿爹 对不住 若不是我拉你入这局 你本可以做潇洒的浪客 现在 你终于可以自由了 我一场嫁国仇恨 已经有太多人牺牲了 真的不值 从今天开始 我绝不会要身边人 有半分差池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是我一直瞒着你 其实我真正的身份 是前朝的太子 你是前朝太子 杀手的身份 只是博德信任的以后 这么多年来 我只是为了 可以亲自接触出我 去拿到兵符 跟长公主谈条件 可阿丁的死让我疲惫 只因为我是前朝的太子吗 才会有那么多人 因我而亡 除夕 还有阿丁 是你们让我放弃了复国的计划 但我不后悔 不愿意杀了我 你是谁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你是松宁泽 我们去找一个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生活 过普通人的生活 好不好 会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 我们要去 我们恐惧 教我们 不是 可能 都不是 用力 帮需在 las 我们 没有 阿丁 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我也会留下来替你好好守护苏宁泽 你先走了 我想和阿丁住宿号 我终于回来了 殿下 他们果然是从这里跑 曾经为了完成任务齐心协力修建的密道 现竟然成为他们背叛使用来逃生的出口 殿下 还有您传达给长公主 说楚王谋反的口信 长公主也没有信 既然密函长姐不信 那我们就再添一把火 是 殿下 楚王 就让你最后再逍遥快活这几日吧 阿丁走了 你后面怎么打算 要不跟我回王府吧 依我对宇文雀的了解 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反正她也没有GPS定位 也没有显示器 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 再说我堂堂王爷怕她哦 鸡皮爱死 宇文雀在府中确实有很多死事 只是显示器是会 算了回头再聊这个 陪莽尊使到 太子 北莽尊使已到 尊贵的北莽使者 我有个不情之情 尊贵的太子殿下 您用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会尽量满足你 哦 那不如 就现在满足我吧 太子 这是干什么 杀了你 是我登上皇位的第一步 太子 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 我北莽的铁骑 就会踏遍你们中原 你为了天下苍生 为什么不直接杀掉宇文雀 而是杀王爷 相比起来 宇文雀不是更加昏庸无能 王爷比宇文雀更有失趣 其实我最开始的计划 先除掉宇文雀 最后杀王爷 那就是说 我其实是你计划中的一个意外呢 太子无能 注定成不了大器 其实经历了这些之后 我更在乎百姓是否安生 我个人的恩怨 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家小苏苏 何惧就是他 不过 先放下国家大事不谈 我们什么行李也没有带 要不去买点东西吧 走 走吧 殿下 北莽尊使的尸体如何处置 将他的尸体锅摆到王府 最明显的地方 事成之后 我再去面见掌解 是 太子殿下 还要快滚 是 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早说楚王他图谋不轨 张姐 您看 这北莽尊使在王府死于非命 死过不是臣弟发现得早 恐怕也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情 楚王他恃宠而骄 现在更是杀了北莽尊使 恐早有谋逆之心啊张姐 张姐不要气坏了身子 雀儿真是长大了 都知道心疼张姐了 张姐料理朝政辛苦 这都是臣弟应该做的 这 果然是权势越大 心就越野 传我的旨意 将王府包围起来 楚王必须活着带来见我 太子殿下您这是 我奉长公主之令 来缉拿楚王 这 你叫小悠是吗 楚王现在人在哪儿 小悠不知道 小悠真的不知道 敢问太子殿下 为何如此大动干戈 很好 东窗事发 人又连夜逃离王府 一定是在哪儿密谋着怎么夺权呢 现将王府的人全部收监 回去听令 另外 长公主有令 发布通缉 缉拿楚王 是 走 你买那么多东西 我们哪里像隐居啊 倒像是在逛庙会 官府队 他们怎么会来这里啊 恶犯宇文英 同僚苏宁泽 蓄意谋杀北莽尊氏 调起两国冲突 现悬赏通告 对 赏也不少 我们刚逃走不过数日 这也太快了吧 等等 对啊 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会被通缉 宇文雀的计划是暗杀我 要通缉的话 也要经过皇上的职业 宇文雀 用了王爷的名义 在宫中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怎么办 看来现在得回去 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来 现在又要回去 宇文雀 如果铁了心要杀我们 他在暗 我们在迷 我们随时都会有性命之用 现在只有回去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为什么这么难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要去的话也是我们一起 不行 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你换上这些衣服 应该没有人能用得出你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去站在告示下面 我告诉他们 我就是他们要找的王爷 你疯了 那你不让我去 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我没有一起用事 我就是不想和你分开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护我周全吗 如果你不在的话 说不定明日我便会被剑影歹徒 不许瞎说 我答应你 一起去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好 你别怕你快出去 没事有大方便 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这一身 没有一番风愿 你确定穿这样 不会被认出来 放心吧 不会 他怎么会在这儿 是北望尊师 身死了 看来是在王府中被人杀害的 怎么可能 我们离开王府的时候 他并不在王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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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尸身 规策来看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日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日 就是我们离开王府的时间 所以 一切都属于事出了 真相 只有一个 除了宇文雀 还能有人 我猜 是宇文雀杀掉尊师 故意栽赃于王 想借着圣上的力量 将王爷引蛇出洞 这个宇文雀 真是阴险狡诈 刺杀不成便出阴招 为了害我们 真是处心积虑啊 可是他说 是我杀的皇帝就信 那当朝皇帝 也太若智了吧 你可还记得 在太子府 落下不上 我的腰牌不见了 那就对了 那我们怎么办 去太子府 寻找证据 你疯了 我们这样岂不是羊肉糊口 以我对太子府的熟悉程度 我们悄悄起来 我应该不是伟大了 我撒回去吧 我跟你在一起 真是太有安全感了 来 尤文雀 你捅个罚 阿丁死得如此凄凉 眼前仇人就在眼前 你却没办法做什么 我理解 如果这么做能让你失望的话 当我之急 是不能让楚夕遭受楚王的冤屈 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如果我此刻杀了宇文群 那就永远无法洗清你的冤屈 而我们 也注定成为亡命之徒 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你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考虑了 想做什么就去做 为自己而活 我确实说过 我好恨他 但这终究不是活法 更不是 爱你的方式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只做自己能够做到的 你想清楚了 我后悔 他自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oliv 不然 我当我错错了 这么大一点 是吗 是吗 你说 他真的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 人正无正俱在 更后患 我早已在他们中间安插亲戚 那长公主会不会区别对待 西边近年一直战乱不断 若此时得罪虎视眈眈的北茂 刚建立不足二十年的蓝朝 恐怕格威在旦夕 所以 我相信她会土善处理这件事情 真不愧是前朝太子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可是 宇文雀毕竟是他的弟弟啊 所以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如何选择 那他如果拿我当替罪羊怎么办 放心 有我在 有你一起去送命吗 你不自由安慌 最巧到最初的 你几日再也是 这几日盯紧了皇宫 又是任何风吹草动 请你立刻来报 是 长姐你如此犹如寡断 那就别怪臣弟心狠了 hora 把你打成了 你还在这儿 你还会遭到 你还会遭到 你这只要遭到 你还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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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遭到 我当然知道了 长公主都把我的名字 打在全城的公屏上了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有胆子 主动送上门来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 安插了眼线 你明明已经调查清楚 这背后真相 相信长公主 没有立刻把我拿下 是有条件相谈 我就主动送上门了 我是被语文雀所冤枉的 所以还请长公主 为我主示公道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了 此人 便是当日协助太子 杀害北莽尊氏的侍卫 启平长公主 是我等糊涂 协助太子犯下大错 他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夺权 语文雀的急不可耐 已成为了宫中潜在的威胁 他在府中 圈养了许多死士 供他差遣 侍卫 贵就是今天的到来 北莽尊氏的尸体 恐怕还在王爷府中 长公主 可以派人前去查验 你说语文雀在府中 圈养了一批死士 你又是如何得知 因为在下 就是其中之一 前朝太子是我朝太子的死士 太子好幽默 公主 他要是谋反的话早就谋反了 也不会将太子是真凶的证据告诉你啊 我等是诚心诚意 请求长公主放过的 相信长公主也想看到国业腾达百姓安康 而不是再次引发战乱 有趣 楚王和前朝太子如此亲密 即使与北莽尊氏无关 本宫也很难放心 此事与王爷无关 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 难道公主 不是早已动了杀心吗 太子有勇无谋 驾获王爷手段拙劣 恐怕北莽尊氏的尸首 是你默许他放在王爷府的吧 目的不就是你在下现身 什么都讨不过太子的眼睛啊 究竟还有多少前朝与党 被你安插在宫里 只要天下太平 你放了王爷 这些就都是公主的子民了 好 放你们走可以 但兵权必须要交付 如此以后楚王对外宣称死亡 你们二人不能再进京城 请公主放心 太子应该也早知道 自己和楚王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准备如何选择 在下和王爷早已有打算 就不劳公主操心 在下 告辞 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别胡思乱想 他的意思是 我是前朝太子 你是当今王爷 身份欠途 哪有什么身份啊 我又不是王爷 你也不是前朝太子 我们只是两个相爱的普通人罢了 你之前对长公主说的 所言可真 那是当然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评价 这么高 小夸两句 不要飘 什么是飘 我真的应该带你补习一下现代汉语了 跟你讲话总这么费口舌 那就 别费口舌 等会儿被人看到了 怎么 害怕 谁怕了 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你 那还不是 跟王爷选 不喜欢吗 男人要是太会撩 就会让人不放心 你以后只能这么对我 不能对别的女人也这样 哪还有什么别的女人 前朝太子 傻 大公主 之前您就由我查办 杀死北莽使者的真凶 却为太子身边死士所为 这些死士已经全部受害了 只是北莽人那边 可讨厌说 知道了 退下 是 长公主 王爷如何了 你倒是对他很有感情 这些年你在王府 没办成过一件事 辛苦 应该的 说是准备回宫吧 是 好 那你之后 有什么打算 我想和你归隐田园 去找个小地方 种花 种菜 厮守一圣 现在长公主也放了我们 我们就离开这个 纷纷扰扰的王府吧 多议你 多议你 不过 我还是想先回一趟王府 给小悠啊 押换侍卫什么的一笔银子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 好 这是什么 陈弟得知长姐最近身体爆样 特嘱咐太医为长姐熬制了这杯长寿羹 来人了 在 验羹 是 张姐 这是什么意思 验了不就知道了 莫非长姐不信任陈弟 雀儿 我怕是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像如今这样胆大妄为 你就是这样心疼长姐的 我并不知道长寿羹中有毒 长姐 陈弟冤枉啊 是她 是她 是她在长寿羹中斗了手脚 是 她想必是听了王爷的怂恿 想栽葬到臣弟头上 引我们姐弟相侦 从而欲温得利啊 请长姐明察 事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 把人带上来 在狡辩 她们 封筭 都偷一把儿子 想走 这么多年你一直纵容王爷压制我 他们所有人都笑我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子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弟弟 我是你的长姐 可我也是万民的长公主 废宇文雀诏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宇文雀仅品性无端 怀异端而限其军 即日起 废属宇文雀之位分 未经召见 不得进宫 解除楚王的通缉令 归附其王爷身份 钦此 你们还在这干什么 叶恒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殿下 您的手 别叫我殿下 我早已不是什么殿下了 你们给我滚啊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你们有谁还是楚王的人 都在害我 都在害我 是你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什么都不是我 那为何我天意无分的计划 归落到这般天地 只有你还能 只有我自己 我会被害自己 还冷着干什么 你们都给我滚啊 叶恰 你冷静一些 请相信我们 阿丁的背叛 宋依泽的背叛 我最器重的四事 都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我 我要怎么信任你们 现在说这些 已经晚了 张姐已将我废了 见不见 我已深爱迷远 你们滚吧 免得受到牵连 我们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 不知道之后 还会不会有机会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小悠 张力 王爷回来了 小悠 快 快过来 看见小悠啊 王爷 你怎么这声打扮 说来话成 今日我来给你们的交代 我想看 我自己来的 我来给你们的交代 拍照 我意见到 我来给你们的交代 我还有个人 所以你们 请不吝点 我来给你们的交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怎么样 出戏 这位姑娘 你不满泥了 你也都吵坏了 出戏 出戏 回禀长公主 太子殿下 她好像是疯了 正在府中 大肆发脾气 还弄伤了自己 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懂事 随她闹去吧 恭喜你啊 有信尝到本王小姐做的大餐 好好好 你到底要不要吃吗 好吃 真的假的 尝尝 你又故意逗我 你又故意逗我 我品的是新衣 我真的喜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的 有些话要趁早说 不然会留下遗憾 你今天想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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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买个花灯许个愿望吧 小朋友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高高瘦瘦 模样俊俏的女孩子呀 公子 共。 据说 今晚会有桃花雨降临 我还没见过呢 是不是很漂亮 桃花雨 妈妈做了心 阿丁已经离开我了 我不能再看着你的灵魂 被厨房吞噬 只要你健康快乐都不过这 哪怕我们不在一个时空 对我来说也足够 或许是否清醒已不重要 我的心脏已是你的形状 就像那月光 会走夜路的人指引方向 我愿意清静这一生 换一身有你的剧本 我想可能有一个人 默默为你留了门 当你迷路前方有我在等 请到深处怎会舍得离分 只剩下你的气味 还能保留余温 能不能再留一身 跨时空的门 飘落花雨是终分 我愿意清静这一生 我愿意清静这一生 没有什么都不在一身 我愿意清醒你 我愿意清醒你 愿意倾静这一生 换一身有你的剧本 我想可能 是我本能 用所有交换余生 当你迷路前放有我在等 请到深处怎会舍得离分 只剩下你的气味还能保留余温 除夕 等等 先拿下你的手桌 你怎么把他给挖出来了 拿着 听我的 我不要 怎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当然不是 难道你没发现 最近你的身体 再一点点发生变化吗 楚王在借着你的意识 一点点变回来 我不能让你消失 你还记得我们的悦法三招吗 第一 不能离你十米云 第二 要陪你找尸体 第三 你没想好 不管你曾犯下什么错 只要你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好 现在 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要让你亲眼看见他们死 这便是他们伤你的惩罚 冲 哪儿 他江湖骗子 清朝太子冒牌宠王 找个地方拨起来 王叔 终于有惩罚 王叔 你 皇叔 別忘了你的職責 朱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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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了 叔弟 来 殷子 殷子 殷湘 孙殷子 你真不意 殷佑 殷湘快走 是我 快回来 殷子 你先行 孙殷子 宋天子 你醒醒 你醒醒 你不能死啊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 你哪一过的事情都忘了我 你不要死啊 重心 别怕 是你让我放弃了父仇 交给我如何去爱 我已经冤满了 没有遗憾 许你的世界好好活着 忘了我办 不要 不要 宋天子 我的第三个约定 就是要你永远守护我 你不要死啊 我取代 Shan 你永远 pensar из 有火 不游蜓 就是要他们按下 用权权口嘴 давайте 今天也令人会 Bong 你这么可能可以 那你是不是 爱你 我回来了 十四号 我过去的那天也是十四号 还是说 这只是一场梦 为什么这个梦合这么真实 真实到 我本来美好宽佛的现实中 突然间变得乏味无趣 而梦里的那个人 为什么会这么生动香火的 占据我的内心 今天 豪华座流星雨闪亮登场 火锅整夜都可以观测 不对 海淘望向北方天空 就能欣赏到流星滑坡天气的美丽身 还是这条路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 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些经历 真的只是一场梦 小姐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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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泽 你还想行赐本王小姐吗 朱熹 朱熹 WiFi wore 柠 w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